变因 那我这样变因已经差不多都讲完了 也就是从昨天一路跟各位讲 生下来就会遇到怎么样 老跟病 有没有 然后今天跟你们讲怎么样 讲死 也就是讲生老病死 我有没有都讲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分辨 以后你们怎么死的 以后死其已到知不知道 能不能一知死至 孔子讲过一句话 畏之生 焉之死 是吧 你不知道生 你怎么知道死到哪一道 你连生前的生老病死你都搞不清楚 你还以为你可以跑到哪一道 先把现实解决 对不对 那这样生老病死事大 你有没有办法分清楚 你以后怎么死的 除了狠死以外 你能不能一知实至 这个很重要啊 你如果没有能力 一知实至 你怎么交代后事 你怎么安排你的一切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一知实是重不重要 重要啊 所谓什么叫一知实 人要死一定有症兆 对吧 身体一定有变化 你一定可以从现象界观察出来 这个是智慧 而不是神通 了解吗 那死怎么慢慢走向死亡 炎罗王不可能马上把你调去的 不可能 他一定有几个讯号会给你 发个帖子给你 偶尔就发给你通知你一下 大概差不多快到了 准备一下啊 比如说 第一个 当你人生走到哪一天 你感觉哎 为什么走路越来越缓慢了 然后越来越没有力量 这就是炎罗王第一个信号来了 他已经通知你 你的人生已经到了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啊 好日子即将过去了 那如果又接到第二通来 里面的信号就是 你感觉到人已经很疲惫了 常常哎呀睡觉都补不够 很想睡觉 然后再来 好像胃口也越来越小了 然后讲话也有气无力了 我告诉你 这些信号一出现 你已经不是夕阳无限行 这个是第二道信号已经告诉你 天已黑了 距离长眠的时间又更进一步了 好当你再进一步 发现到 你不想吃突然间饱瘦 然后全身无力 然后面无光泽 然后再来甚至出现水肿 我告诉你 你不只天黑 你即将长眠了 了解这时候 紧急做一件事 对 这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已经一知十字了 快到了 那当然要交代后事 那怎么交代呢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告诉孩子 一定要平静的送我走 了解吗 对就是 不管坐念或是什么 他有什么信仰 你就叫孩子要这样 然后不能哭哭啼啼的 不能扰乱我的心情 这个要交代好 要不然你情绪一来 可能又迷路了 对不对 这个先交代好 其他的就 可交代可不交代 比如说钱财的事 就不需要太交代 反正到最后 你怎么交代也没用 他们该告来告去的 也一定会照做 那些程序都免不了 你怎么交代也没有用 了解吗 所以这些看开一点 他们自然会去处理 那这样 你就可以走得怎么样 很平静 那到了这一刻 你就准备怎么样 自在往生就好了 万言放下自在往生 反正你这样从容的走 也可以看得破 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怎么样 我下一个舞台的演出 那你有准备去 你下一个舞台 我肯定你演得比这一次的舞台 还要更好 绝对会更好 因为你是从容的去 这个要智慧 所以我有没有教你们一知十字 有 全部教你们还要一心不乱才要去 你们都永远做不到 那一心不乱是 好像有一点念到快神通的样子 怎么可能 原来是智慧 智慧才是度我们 而不是靠什么神奇古怪的 了解吧 所以学原始点是学智慧 好我们开始来放几个案例 我们先放皮肤痒的案例 全身24小时痒案例 吕先生17岁 美国亚特兰大症状 全身24小时痒 2009年5月18日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处理 隔天再进行第二次拍摄 我从小就有了三年前才 开始很难过 很干 然后破 从小擦 然后越擦就越不好 然后越吃也是越不好 去年打针 也是过的时候 为了我的皮肤 只是后来皮肤中 一个大的流 然后尿开刀 干的洗澡出来很难转我的身体 很难转腰 很难抬手 脖子也很难转 皮肤都皱起来 好像那头扰人皮肤 就一条一条线 西医都说 没有救了 就是一辈子要那样子 那中医还是有说有救 治疗也没有用 针灸也没有用 最后才碰到张医师 他教得很好 然后他说有救 然后帮我治疗一次 然后就开始不痒 第一次就帮很多人不痒 差不多三个小时就不痒 晚上也很好睡觉 现在是第二次 然后身体也修复 今天也送一遍 然后家里也送一遍 这个是什么症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是不是全身的 是啊 发作时间平不平凡 平凡嘛 体力好不好 我看这一个体力不错啊 小伙子啊 他也没有体力虚弱啊 没有啊 只是一直痒啊 不舒服而已啊 有没有 他没有疲惫啊 全身无力 也没有行动辞缓啊 有没有 讲话你看那个声音 红不红亮 红亮啊 那体力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他这个是属于什么 重症而已嘛 那重症而已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 轻到重症 如果处理不好是谁的责任 疑术不够高明所致 那这样说我还不错啦 我容一下就改善了 对不对 然后 我叫他继续要按推 还要温敷 然后他就 当地的人就帮他半年 好了七八成 然后去埋撒 埋撒是属于怎么样 温敷啊 埋撒几天之后 破难而已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重症 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们再来放 皮肤病案例 皮肤病案例 脖子皮肤痒像鳄鱼皮 右脚酸痛 严重静脉曲张 过去十几年看中西医 吃了药抹了药膏 都没有办法改善皮肤痒 和脚酸痛 最严重时 皮肤痒到睡觉爬起来抓 另外脚会酸痛到不能久战 还有伤口不容易好 要去穿静脉曲张袜 2012年10月12号 开始学习原始点 知道静脉曲张 不会造成脚酸痛 就不穿静脉曲张袜 还有因为在快餐夜工作 每天吃两份餐饮 都是含粮物 如炸鸡 汉堡 色拉 饮料喝的是柳橙汁 冰拿铁等等 加上日夜颠倒 没有运动而失去了健康 现在每天两斤姜熬两次 煮成四碗 口渴就喝 三餐吃的饭菜 必加姜或辣椒 白天温敷头部和臀部 原始点约六小时 晚上睡觉用电热毯温敷 运动几乎每天固定爬 捷运站楼梯 四层楼 十五至十八趟 为了拉臀部的筋 一步都是跨三四台阶 一步四节 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 脚酸痛减少了 脖子皮肤也快好了 2013年10月3日 2015年1月19日 前后473天 2014年4月19日 参加46楼登高大赛 成绩为9分33秒 2015年5月3日 参加101国际登高赛 成绩为21分16秒 好 你看他十几年的皮肤病 什么药也没有效 那他自己也努力 他腿酸 不是叫我们 都是我们里面的人员 可能别人也可以帮他推 但是他靠自己 他靠自己怎么样 运动 运动 他怎么运动 一步四阶拉筋 我说 那个腿酸痛是由臀部引起 所以他去拉筋 那他一次是爬四阶 把筋拉开 所以他不是靠按推好 他是靠什么 运动好 好 那他也温敷 也改变饮食 好 我们来看他的症 他是属于轻症 还是重症 还是重病 轻症那是不可能 因为他怎么样 多醋嘛 对不对 他皮肤还有腿酸痛 那身体什么脚都有 那就是多醋了 发作平不平凡 几乎多四小时在痒啊 又多醋又头身 那不就是重症了吗 对不对 体力好不好 好 不错 你看他还爬 结晶楼梯一步四阶 然后每天这样运动量也不少 所以他体力很好 所以经过四百七十几天 一年多 才他的整个症状 才完全 整个体质才完全改善过来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重症啦 了解我的意思啦 我们再放一个好不好 带状炮疹案例 阿明25岁 驻美国沙迦缅度 2014年12月2号 前胸开始出现红斑和水炮 一群一群长在一起 看来像一串猪 又像一条蛇 肿痛传到后背 经医生诊断为 生蛇 带状炮疹 告知必须要吃药打针 并要家人打预防针 避免感染 母亲便让他服用白花蛇蛇草 来清热解毒 结果红疹部位更痒更痛 像火烧一样 经人介绍到当地推广点 用原始点方法 先温敷一小时 再按推头部及背部 再继续温敷一小时 喝姜水 约200cc 主妇回家 暂不喝饮料开水 必吃寒凉食物 要求做到24小时温敷 仅仅两天就明显改善 胸脊背部带状炮疹 明显消退 不再肿痛 12月2日上午 因为很痛 立刻温敷按推 忘了拍摄 第一次失作完后才拍摄 12月3日按推前 12月3日按推后 已明显改善 不再肿胀疼痛 回家持续温敷 并喝姜水 第二天已有改善 12月4日 第三次按推完 已完全没有肿痛的感觉 12月5日 第四次按推后 第一天 第四天 第一天 第四天 开心的感谢分享 好 带状炮疹 在西医方面 好不好治疗 非常难治疗 非常难治疗 有些痛了十几年都还在痛 我也听过 好几年的 就是一直神经痛 你看它一串 多处还是局部 多处嘛 发作频不频繁 频繁嘛 再四次还是在头身 头身嘛 那所以它这个三个要素都是属于怎么样 重症嘛 那体力好不好 好 好 还不错 好 那这个很明显 就是属于什么 重症嘛 了解吧 那重症 它几天就改善了 四天就几乎好了 痛也不见了 那个都结痂了 速度快不快 快啊 它有状的组织受损 还有症的不适感 所以要按推解决它的症 那带状炮疹要怎么样 内外热源 这样就它身体就可以修复 是这样好的 好 我们再来谈一下 轻重症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医不好 是谁的要负大部分责任 医者嘛 医者嘛 你看这个带状炮疹 如果痛个一两年 那这个说不过去 就是医师不知道 要按推 把它的开关解决 让它痛 立即解除 然后还不懂得要怎么样 补充内外热源 让它自我修复 那你用一些含良药 像它白花吃吃草 就是凉的啊 那越致就越严重啊 然后它那个着热感 是假热啊 你不要被它骗了 有些人就是看到着热 就可以给它开寒凉啊 一般中药 我说温病学派 很可能就是这样 那这个情况肯定不会好 壮的阻止受损 一定要补充内外热源 这概念一定要有 好 那正确的处理 四天 那医学 如果拖个几个月 那个都是医术有问题的 那西医像这种病 拖个几年 那更是说不过去 好 到了重病的时候 如果没有好 谁要负责任 医生 还是医生喔 重病 患者要掌握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不要了 谁来管你啊 还要赖在我身上 这是说不过去的 你自己有 把自己搞成这副德性 体力那么虚 有种你就自己把自己搞好 所以是你们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这要搞清楚 要厘清 所以体力虚弱一定是靠自己 叫你运动你不运动 谁能帮得上你 叫你开心一点 每天都忧愁苦你 谁能帮得上你 对吧 所以到最后 重病 因为掌握在患者 所以不一定每个就有效 为什么 他观念不清楚 说症状会反复 他也听不进去 那每天就看他的症状 哎呦 这个癌症有没有大一点小一点 然后就在那里担心 有没有可能 有啊 那这个怎么会好 所以 重病的时候 医者你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 不一定就有效 要还要患者 因为主要还是患者 患者要占70% 那医者只能说开导他 然后告诉他内外热源 那他要不要吃那随他咯 因为叫他喝姜 他觉得姜辣不喝 然后他觉得西瓜汁好喝 那你有什么办法 对吧 好 所以到重病 有些会好 有些不会好 我们来放一些成功的案例给大家看 血癌案例 从今年的1月6号开始 从晚上流鼻血 然后流到隔天 然后隔天之后 我爸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因为小诊所没有开 所以就要到大医院 大医院就是要抽血嘛 检验出来就是白血球有8万 后来又送急诊之后 又在检查一次 变40几万 然后来到台北原始点 做重症咨询之后 就每天早上 9点10点去爬山 然后中午就回来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看张一世的光碟 然后就按推 温敷和姜堂 回家再正常的作息 从刚开始 刚来的时候 我只要爬楼梯爬一两分钟就很喘 然后到了第五周的时候 就可以登上1950公尺的九五峰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体力都还在继续回复当中 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假日的时候 就会从内湖 然后走三路 一路走到故宫去 全长大约两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累 到晚上的时候 还去逛视影夜市 去年一月我儿子把你血病 那七月在 七月底的时候是病危通知 那病危通知 好不容易 一个礼拜后 我到了出了病房 那那时候他拜托你 那我承认就是说 我帮你娘一样 他原本上大后小后 都要在床上 因为他们没办法下床 那我跟他抓住 他说要下床 要上厕所 那我说好 下床 那我还扶他走 那天他上厕所 我要帮他签通 不用签 那他上厕所 回来跟娘说 这什么东西 你不会教我 我说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我会这个东西 那我到台北 上中正之旬的时候 找张立新 张立新说 那你学多久了 我认识五六女 而且我自己学我都不相信 结果一路上走过来 真的有这些很好用 很神奇 谢谢张立新说 这个孩子喔 被医生 差不多宣判死刑了 因为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昏迷 他附水 他没有讲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也附水了 然后大小便无力下床 就都在床上解决的 那这个会不会死 当然会死啊 西医就是已经没有效了 而且叫他带回家了 就是等死了啊 就是这样 还好他老爸 五六年前种下善因 学了原始点 然后突然间无意识的 帮他抓一抓 他感觉比较好 第二天竟然能下床 那他们才想到原始点来找我 就是这样的因缘 那带来台北 然后他们就在 基金会附近租一个房子 房间 然后他们就住下来 然后每天就是 跟基金会的人员互动 帮他按推啊爬山啊 看影片啊 欸 结果两个月下来 你看所有症状怎么样 全部消失啊 简直脱胎换骨 他因为年轻啊 好得特别快 你知道那个爬 内湖要走到故宫 要走两个小时 而且还有山路的啊 那个不好爬的啊 爬起来会很喘的啊 结果他 你看两个月之后 他爬山会不会喘 不会 他说不会累的 体力好的不得了 那最后 他现在已经回学校读书了 那他爸爸现在做原始点可蒙了 现在只要说哪里要急救 他马上跑去 哪里有癌症他就去 现在他们是在这样做 那你看 这个孩子最后好的时候 我想问你们一件事 还要不要去检查白雪球 对 我就告诉孩子不要去检查 因为生死看什么 看体力啊 不是看那个异常的指数 那个跟疾病跟生死是无关的啊 所以我叫他不要检查 然后他也知道原理 因为他一直看反复看我的影片 现在他根本不检查 而且活得很快乐 哪有什么高低的 他也不管了 现在完全恢复 那他在学校大学里面 他也在推广原始点 好 那这是第一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是肺癌 这个是我第一个接的 就是原始点创立基金会之后 第一个来找我的 肺癌案例 李江绵72岁 2003年开始咳血 2008年已致肺癌末期 医院宣告只剩6个月寿命 2008年9月以原始点处理 2009年2月病情稳定少咳 我当初去检查室 检查出来是癌症 我就不去理他 也不做化疗 不化疗能活6个月 做化疗能活9个月 癌若怕他 那就会怕死咯 化疗化疗也就死咯 还好 我没去做化疗 我儿子听说我是癌症就哭了 张医师的学生和我儿子是同事 就带我到张医师这儿 我就一直在此哪儿也不去 我从头至尾也不觉得很严重 到医院检查时最没严重 医院做肺部穿刺检查 穿刺时血流的很多 那时两三个礼拜特别难过 血流一流就好了 抗癌人参吃了有好点 最近感冒我也不吃药 一直温敷红豆袋 进步不少 大家要有信心 所以有病不要怕 遇到张医师 病就会好 不要烦恼 吃饱穿暖 睡饱 就会没事 渐渐的一直好起来 2010年7月拍摄 距离检查出癌症已一年十个月 江绵阿玛每周一周五晚上到基金会煮饭给志工吃 他最后是前后活了七年多 将近八十岁才走 那我问各位 他最后走是不是死一癌 不是啦 老也会死嘛 哪有时候永远不死的 了解吗 只是原始点给他体力 延长他的什么生命 我告诉各位 医学不可能医了让你不病 不死不老 不可能 只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他有病让你病改善 健康而已 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胆管癌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日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日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 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后 手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日 2014年3月8日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 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 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 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 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 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江水 按推 温敷 运动 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 还是到原始点的 推广点报道 现在 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 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 为他服务 一年多的 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背好吗 很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他运动很轻化 他很配合 全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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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候化疗手术 有没有严重 有啊 那个都已经变形了 那个面无光泽 很严重啊 那个是严重热能不足 会有生命危险 那你看月火 现在气色都不错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肾症后禽 肾脏病案例 2011年1月 因尿蛋白水肿就医 服用肋骨唇已超过三年 但症状并未改善 曾做过肾脏切片 左肾有部分硬化 目前全身水肿 且不良于行 腰痛到翻身都很困难 骨质疏松 造成无法跑掉 2014年1月16号 第一次来基金会咨询 他留好一阵子 是几乎没有办法去上学 一个学习 大概上个十天吧 五天十天 都只有没有上 他现在只有增长上下去 这样 然后之前 没有办法爬楼梯 他现在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因为家里就是 一定要爬楼梯 之前都是把它抱 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然后他也可以 骑脚踏车 之前是 也没有办法骑脚踏车 就一些孩子可以做的运动 他生病之前可以做 他后来都没有办法做 他现在又恢复了 可以骑脚踏车 甚至他也跟同学去露营 都是OK 体力恢复回学校复学 前后历经十个月 后续追踪 病患透过正确使用原始点 使体力与症状得到联好改善 目前已经能够正常生活 与常人无异 2015年10月18日过12岁生日 2015年10月28日进行射箭活动 2015年10月28日蹦跳玩耍 2015年11月06日参观动物园 这一个小妹妹严不严重 她是全身都浮肿了 而且她根本连爬楼都没有力气啊 所以这种情况在我看法 已经到险象到命危的阶段 所以来我们也蛮紧张的 然后告诉她一些步骤 然后经过她母亲这样长期照料 就慢慢恢复健康 董家电探某